那不幸呢 不幸就是 你发现草垛上 有个尖尖朝上的草叉子 罗盛等人感觉屁股一凉 小公子 那希望呢 希望就是 你没有掉在草叉子上 那还好 还好 绝望呢 也没有掉在草垛上 哄孩子的话 你们不要当真啊 没有 楚姑娘教导孩子 的确是很讲究办法 我一栋的凤族藏书库 自愧不如啊 我人还在这里呢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两日后 罗盛等人 得了楚千里给的修行功法 证认真真的开始修炼 再加上 由楚千里布置地 转化旋力的灵阵 进步神速 临时开采的暂时够用了 楚千里便准备返回京城 罗上几人则暂且留在了山里 守着灵石 顺便专心提升实力 苏府之中 楚千里画了苏家的规划图 又有小粉这个 擅长挖坑绝地的好手 很快便将灵阵绘制好 将开采出来的灵石 按照属性埋了下去 而后 灵空飞升而起 掌心运转灵力 猛地朝地下 镇刻的灵阵拍了下去 一道道灵纹被点亮 而后 巨大的转化灵阵 从地面缓缓上升 渐渐飞跃到了楚千里的手边 楚千里骤然扩大灵力输出 只听嗡的一声 玄秘的灵阵缓缓流转 道道灵力被抽取出来 由灵阵转化 变为玄力 充斥了整个苏府 小粉的快乐来了 哇 清理妹妹真是厉害呀 这玄力的浓郁程度 都快赶上终于的 一些普通城池的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要知道 这里可是凡尘界呢 玄力枯竭到了 几乎感受不到的程度